很難不用怪她這個名字 但是我覺得這個 就是說 不只是法國 當然可能主要是法國的女性主義 做理性研究或是做性別研究的人 是怎麼去理解 喬治桑跟 克雷特的 她所代表的利益 就包括這個對於性別的這種 既有的一些 結果 或者說既有的什麼 一些框架 他們是不是有一些顛覆性的意義 這就妳所理解 我所理解的是說 應該說 就做克萊特研究 在大學裡面 好吧我知道 巴黎第七大學 一個教授叫做 克利斯蒂瓦 他有開關於克萊特的研究的課 目前 在目前的大學裡面 然後還有做克萊特研究 就是就從女性主義來研究的話 是克利斯蒂瓦 克利斯蒂瓦 其他的話 比較就是像 我去那個師範大學聽的 他就是從文字 完全是從他的修辭學 再來研究克萊特 那我對於一騎七 我自己對女性主義 也沒有特別研究 我比較自己能夠接受的概念是 女性就是要活出他女性的樣 不管是她的身體啊 或者是 怎麼講 或者她的情欲 她就是用她女性的方式去 去繼續的去把它活出來 我覺得克萊特 是有這樣子的魅力 他是早期就是 19107年到114年 就秀場期間到結束這段期間 是有過同性曖昧的一些情感 那之後的第二段第三段婚姻裡面 就沒有在表現出來 就沒有在發生這些事情 不過她有跟 就是她第二任丈夫的兒子 也有 就是一個16歲的兒子 有發生就是有過 有過這種 所謂不倫量 就是為了替她 就說她愛上了她16歲的兒子 然後 然後 可能給她重申這些性情 之類的 有過這麼一段 我們說 匪文或仇文 也好 你說當然 還是可以回到 那個天父親的問題來講 因為 因為在那個時候 我書裡面 大家也有提到 在當時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要用她老公的名字 出版 那實際上就是 女性的地位非常低落 然後她可以告訴你 想說你 用女生寫量 至少沒人要看 所以呢 她也可能就接受 就接受這樣 不然就是當時也有男生 很多作家 他們是用男生的名字 去發表的 因為這樣可能會比較有人要看 等等 來吧 男生你繼續 我 我剛好 我覺得 我從這個也很想 因為 就是 還是從剛那個 那個問題 那裡覺得 就是說 我舉幾個例子 這大概都有一點 就是說最近 大概 算是最近 可能是一二十年來 就是說 要從那裡找回女性 在某些藝術形式表現裡面的主體性 然後她會發現說 某些女性的藝術家 其實她是 她一開始感覺上是從屬於男性 譬如說 有一個叫 有一個墨西哥的畫家 後來有拍成電影嗎 她就像羅丹宇卡莉 就是她可能在那個 所謂的男性支配的社會裡面 她其實有很強的創作能力 但是因為她 她不被認定她有創作能力 所以她一開始可能 感覺上 她是從屬於另外一個男性 然後她的作品被重視 然後現在很多人在做這種 類似發言的工作 可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說 她是不是在 時尚的藝術的表現的風格裡面 她其實就適合她的特殊性 而這個特殊性 不是她只是從屬於另外一個人 而是 如果我們真的把她拿來 仔細的去 考驗她的藝術價值的時候 其實她可能 自己就是自己的風格 這個就是獨創的 所以她就不會只是從屬於另外一個人 不管那個人是不是男性 因為對藝術的表現來講 重點是獨創性 而不是她是哪一個性 如果我們現在擺在一個 比較性理評論的概念裡面來看的話 應該是這個意義吧 所以我覺得更關心的就是 那克雷特他的獨創的風格是什麼 可能其實剛在您的介紹裡面有提到 包括說他喜歡用食物浮來的方式去表現 某些心靈的狀態之類的 這可能就是獨創的 不過這有點文學史的 研究的這種 就說如果是這樣去討論的時候 因為他勢必要去跟過去以往的文學的表現形式做比較 才能看出他的獨創性 以及這個獨創性 這個獨創性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我用食物它應該是 我記得就我的印象 其實是用食物實際上是非常多的 用食物來描寫心情量是非常多的 因為這不太是我的專業 我沒辦法從這個現有的外面去判斷 他到底是不是有獨創性 或是說他用食物的比喻跟其他人的差別在 那這可能就是說 當然如果在場有 可是他們的專業 包括 有 可以給我們一點點 有 等一下可以找那個念普魯斯特的 我們專門念普魯斯特的 做普魯斯特研究的 我只是大概想回憶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兩天也有看那個書 那我只覺得看他那本書 就是然後再去 我也有去大概去 找一下他一題的成本的東西 然後其實我們以前在畫一題的時候 是真的沒有變到他的東西 那那時候有一篇 我一直印象是說 老師叫我翻一篇他的文章 那那個文章他講的 我忘了是哪一本書裡面 因為他就是結錄一段給我翻 可是我覺得印象很深刻 就是他去描寫那個 春天的那個景象在草原上 然後他聞到各種花的那種香味 然後還有一種那種花的顏色 那他其實克雷他在對那些 就是自然景物或是人物啊 不管是各個他環境的那個描寫 他其實非常細膩的 他每一個那個植物 他都一定是給他一個名稱 就是找出他那個原本的名稱這樣 我還記得那時候印象很深刻是說 那時候老師教我們到翻紅花這個 就是那個裡面有翻紅花這個字 可是我們大家都沒有 沒有就是聽過翻紅花 或是那個人他自己想想聊吧 然後老師就真的帶了翻紅花來給我們 那就是叫我們去聞那個翻紅花味道 然後看他長這個樣子 就是他那個克雷他那個東西 是跟他當代那些男性所描寫是不一樣 因為男性他們是從很外觀的東西 可是他身為一個就是女性 他把他自己完全那種就是從身體出發 然後去用他的味覺 他的觸覺 他的身體的各種感覺 就是用五官去找出他的用 去做那些文字上的描寫 所以他那個東西是跟男性 是那種感性的程度 還有他那個敏銳的程度 是跟那種人性是不一樣的 那我就會說 要不要說他是女性主義 其實可能不能這樣講 因為他其實女性主義的話 他不是說去強調說 我們要平權我們要怎樣怎樣 他就是從一個 我不受他這個教條約束這樣的方式 我去解放我的身體這樣子 那我就是表現我自己 那我就是身為一個女性 那我就是活得很快樂 我就是活得很自然 因為他也不在乎不可以 別人怎麼去說他 那我覺得或許這樣子 那對每個 有一些人來講 他就會給他冠上一個女性主義的 可是我覺得其實或許 不太 他並不是去說 一定要去用什麼所謂這樣拼 權力上的那樣子平等 他是用他自己身體的方式 他就把他的身體 就是讓我自己掌控我自己的身體 這樣的方式 然後去做他一個表述的 然後而且就是我覺得 我念到他裡面有一篇 就是描寫動物的 那個蘿拉那一篇 其實是很感動的 他就是講他跟一個那個 小馬之間的那個感情 然後那小馬每天就回來就是 就是他 因為他們那些就是帶尿 巡迴的那些動物 他都很可憐 他們都有一點就是有點半月在他 然後讓他們都很臭的 他每天他就是給那個小馬 小馬一碗水 那他跟那個動物之間的互動 他其實是非常的細密 而且他就真的把他當一個人看 就是當然我覺得真的還蠻推薦大家去看那一篇 因為自己看都覺得很感動 對啊 然後所以他就是透過這些 就是他跟人之間的接觸 然後跟那些動物之間的情感這樣子 你就會發覺他其實就是一個 很有很有很有情感 他其實是很敏銳的一個人 這樣子 謝謝 好 那因為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 非常 非常好的問題 我問他 因為我們也有人做酷兒研究 然後妙芬你要不要講一下 好 這就是他的問題